女團SNH48的成員費慶元 過去因參加選秀青春油膩而收穫高人氣 建議她透過社群和粉絲活動聊天 其間自曝跟別人組隊時被霸凌遭到組員排擠淪落 費慶元希望大家了一了解開誤會 然而霸凌者卻要她單獨見面 還被逼到洗衣房嗆瞎 讓她嚇得蹲在地上 更讓她傻眼的是 對方竟然表示不爽她是因為某天搭電梯時 她並未打招呼 後來有一年她在總選中落選 霸凌者還若無其事的來安慰她 讓她感到很無語 消息一發熱意後 網門推測事件應該發生在費慶元參加青春油膩期間 所有曾與她同組的胡杏尹發文 談成自己就是事件的主角 然雙方的認知完全不同 她與費慶元認識後 覺得對方很可愛也很聊得來 但某天對方開始不理睬自己 為了解開誤會 才會約在洗衣房思想聊聊 沒想要卻被說成是霸凌 讓她感到很難過 消息不光後 有網友認為是費慶元小提大作 另一票網友則質疑胡欣武說謊 雙方截然不同的說法引發熱議